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善书 借银对治路 主著先佛为福佑帝君 福佑帝君将 第九章 盛世 著书 南大当婚女当嫁 竭离仪式百年因 举案其美门停热 今生因果古而今 貌和审理是和因 破坏家庭造年因 对治之方和琐事 立产行善政孤贫 周一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意味集结二人的力量 即使是坚硬的金属 也能折断 其心协力的力量 往往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因此家庭和热圆满 不是一人可以完成 而是借何家之力才能圆满 所以不论兄弟或夫妻 皆需有共同经营家庭的理念 所谓家和万事兴 夫妻间貌和审理 同床异梦的起因 依人事而论 是原生家庭造就的个性 是年龄的差距 等不过追根究底的原因 即是素食破坏他人家庭的夜报 无论是否成功 比如 以流言诽谤一对恩爱的夫妻 或因丹恋已婚男女 进而诱骗某方精神 或肉体出轨等 皆必造成今生夫妻 同床异梦的过报 古希同床异梦的实力不胜为举 有因前到位求仕途而造下夜音 也有昆道为国 或情爱私欲酿下大错 比如 国色天香的貂产 为王允的掌上明珠 受负命先于吕布暗度陈仓 在献媚动作 导致吕不予动作反目 此段因缘虽是大时代下女子的悲哀 但少缠素氏银叶仍值得提出讨论 貂产所为之事 即离见吕布及董卓父子间的情谊 而吕布与董卓及贪恋貂产的姿色 三者尖锁图的目的各有差异 但已形成貌合神离 同床异梦的过报 仔细推敲貂产的素因 原来素氏爱慕其胸 但因伦理观念而隐忍不发 其胸取得娇妻 貂产竟大放流言会遇凶骚 红杏出墙 其胸只能以休妻收场 针对如此过报 今生夫妻理应积极寻求共同志趣 不论休闲 运动甚至修道 营造共通话题 且在因果方面更该成产素业 进而奉献心力服弱祭品 整孤就挂 才能在人世上因果上圆满 排除猪斑阻碍 迎向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南天直辖五庙名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南天直辖五庙名正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